9. 《文匯報》 上海深圳最低工資超2000元 2015年7月4日中國新聞 A13香港《文匯報》信據中新網報導 進入7月份,四川內蒙古軍上條料最低工資標準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 內地至少已有14個地區上條料2015年最低工資標準 其中,上海深圳兩地最低工資水平超過2000元 人民幣、夏同、大關 今年已有14地區上條7月1日 四川內蒙古兩地分別上條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 其中,四川調整後的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檔位1500元 非全日制工作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檔位15.7元 內蒙古一類地區最低工資標準由每月1500元上條 至1640元 非全日制工作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由每小時12.2元上條 至13.3元 徐光W述兩個地區最低工資標準的上條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進入2015年以來 內地已有湖南、海南、西藏、天津、深圳、山東、陝西、北京、上海、天津、甘肅、山西、四川、內蒙古等14個地區先後宣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調整後,深圳、上海兩地月最低工資標準分別為2030元、2020元 最低工資標準超過2000元帶關 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達到18.7元 從最低工資標準的含金量來看 上海、北京均明確最低工資標準不包含個人應繳納的各項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 用人單位應按規定另行支付 因此,這兩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含金量更高